位于新北市淡水区竹甘里台二线与平顶路的路口 在往台北的方向 一盘的捷运设施墙面 有整排色彩缤纷的彩绘图案 而这是由知名的作家陈爱妮 经过好几个月人工彩绘所做出来的作品 而她也表示 自从定居来到淡水之后 就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美 而开始投入了画室艺术的创作 而这一次也相当感谢公所可以给她这个机会 将淡水美丽的过去绘画在这一尺六百米的墙上 新北市淡水区 从甘真里台二线与平顶路的交汇路客 往台北方向一旁的捷运设施的墙面 有整排色彩缤纷的彩绘图案 而这是由知名作家陈爱妮 经过好几个月的人工彩绘所做的作品 她表示 自从定居淡水之后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 开始投入画室的艺术创作 而这一次也感谢公所给她这个机会 将淡水的美与过去 绘画在这一面长六百公尺的墙面上 长达六百公尺 它的特色是 它不是一般的墙绘 它是一个穿越淡水四百年的文史的墙绘 它一共分八大单元 创作的过程当然很辛苦 因为在路上风吹雨打的 但是我在创作过程非常的兴奋 就是因为也只有淡水有这么精彩的内容 首先我单元一个个介绍 第一个单元当然就是淡水的河 海云天空和船 所以在有一段没有人行道 我不方便做细腻的创作的那一个段落 全部都是这一个淡水的自然景观 陈爱妮表示 这六百公尺的墙面都是她过去在外面风吹 日晒雨林所创作的成果 而这一面墙不只是一般的彩绘墙 而是一面力许彩绘墙 共分成八大单元 包括了观音山 淡水河 彩云和晚霞等风景 还有淡水的知名小吃 充分将淡水特色给展现出来 那她现在针对于这个绘画的部分 那非常有兴趣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跟老师来合作 针对于我们捷运墙面 来把淡水的这些历史故事 景点还有包括淡水的这些美食 呈现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整个故事墙一共有八大主题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历史的文化的 有包括这些美食的 还有包括我们的各个 好看的景点 那充分的把淡水的美 在这个墙面呈现出来 续长表示这一面彩绘墙面 共有八大主题 有历史文化 风景小吃 轮船渡轮 古迹等等 将淡水大家耳熟能详的印象 都画在上头 而未来也会将这一面 墙面的彩绘解说与由来 放在公所网站上 也让淡水重要的道路旁边 多了许多的色彩与故事 记得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